今天是十月二十九 星期三 和大家聊的这一分钟应该是三点二十分 提前聊 因为我待会在《财经台》节目 做到大概是四点零七分 然后弄了一些讲义就要走了 因为今天的分行工作是在大埔的 五点半就开始 一定预留过几个钟头的时间 所以提前和大家聊一聊 A股今天就有点明显的下跌 全日跌了59点 近期来说A股在3400左右 虽然是有点反复 但整体来说还是在高台上的消化 因为起步点是8月26日的2850点 如果升到3457点等同升到607点 经过一轮的二十几个%上升 有点小小的高台整股是很正常的 我不觉得A股会大跌 但是呢 现在这一刻呢 会进入一个高台整股的格局 整股过后 然后再看看资金入市的态度移定 肯定一件事就是最坏的时间 应该都过去了 那么港股呢 其实今天呢 和同步有点反复的 可能受到A股所影响 那么 恒指在现在这分钟呢 是跌了180几点的 那么 恒指呢 也都是正在回市 10天平均移动线的支持 可能会有点小小的跌穿 预了去的了 因为整个升浪的起步点呢 是9月29日的20368点 去到这个礼拜一 26日的高位 23423点呢 恒指累积的升幅 已经3055点了 急升过后 有三几八点的反复 正常 根本上很正常 甚至乎呢 会有 比较明显的调整线的 不过当然知道 先看10天平均移动线的支持 一旦有失的 代表了两件事 第一 整个沉顶的形态呢 暂时是高一段落了 第二 经过3055点的上升呢 股市会进入一个正常的消化 和整固之中 幅度呢 可能会深跌 而在那一刻呢 比较具防守性的支持呢 将会退守到20天和50天线 而比较重要的呢 应该是50天线 大概是22,080点的水平 只要不跌穿呢 问题就不是那么大了 因为整个中期后市 始终还是可以提高一线的 那9月29日的起步 直到现在的分钟呢 技术上来说呢 是有机会 暂时发展成为 新一轮的中期升浪的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是说 10月份是一个先低后高的形态 11月可能都维持这个格局 那既然先低而后高 那就是说呢 指数在月初呢 是有机会略为 调整略为反复的 只要不跌穿50天线呢 问题就不是那么大的 那目标呢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是24,478点 这个是说呢 大市经过8,221点的下跌之后呢 是作一个50% 就是一半的反弹 那当然了 能不能够再冲高呢 这个就下回分解了 因为最终呢 目标呢 一定是7月21日的高位 25,634点了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 恒指呢 是在4月27日的高位 28,589点 第一站呢 是跌到下去 7月8日的低位 22,836点 之后反弹回上去 7月21日的高位 25,634点 回头再插下去 8月25日的低位 20,865点的 那就是说呢 最终呢 是指数呢 是第一站呢 是试回24,478点 反弹了这一半先 那些成交这么久的话呢 就会试一试 25,634了 一过得到的话呢 整个浴市顶下的格局 又会再回来 不过这个 不是短期可以见得到的事情 那现在22,900多指数呢 如果在 这三两天 指数呢 都在这个区间的话呢 就是意味着呢 是呢 是过渡到11月初的时间呢 是接近是 十天线阻紧的水壁 那如果理想点的看法呢 就先行落下先 找一个低位先 然后慢慢慢慢 才扶回 然后在月中呢 才会再逐步逐步攀升 因为既然是一个中期升浪呢 就要数时间 9月29日开始 如果这个是属于一个中期升浪的话呢 技术上 只要走百到十个礼拜 实际上一个中期升浪 走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 那就是高位呢 应该是去到 11月底到12月初才见得到的 好了 《财经》台湊我做节目了 今天是讲到这里了 好吗